一个富裕保守的美国清教徒家庭突然来了两个欧洲亲戚 两人的到来,在这个原本平静严肃的家庭交起了一阵阵联谊 文化的冲突,爱情的纠缠,让每个人都将面对艰难的抉择 大家好,欢迎来到二龄博协油馆 今天就为大家分享这部亨利·詹姆斯作品改编电影《欧洲人》 电影故事发生在19世纪,波士顿一处警测疑人的想象庄园 电影的女主鲁德出生在一个清教徒家庭 父亲温特先生是个儒雅的绅士,也是个虔诚保守的清教徒 鲁德不同于其他兄弟姐妹,他向往自然,苦爱文学艺术 他对宗教无感,当家人都去教堂时,他留下来阅读莎士比亚 当时邻居布兰德先生对鲁德千有独钟,但鲁德总是居然千里 布兰德是个虔诚的教士,正直保守,万文尔雅,道德无瑕 当时温特老爷子特意让布兰德在道德上知道他的三个孩子 而且布兰德也是老爷子中意的女居人选 也许正因为这点,鲁德就是对他没有感觉 就像他和保守的父亲不太契合一样 后来有天,一个名叫菲利克斯的堂兄,大老远从欧洲赶来贪亲 菲利克斯的母亲和鲁德父亲是同父一母的姐弟 他的母亲原本也是个美国人 后来他不顾家人反对,嫁给了一个欧洲贵族,并在欧洲定居 菲利克斯还有个姐姐尤金尼亚,眼下也在布什顿 尤金尼亚嫁给了一个欧洲小国的王子,当上了那女夫人 但是尤金尼亚的婚姻并不幸福 王子的家人并不喜欢这个洛伯贵族的女儿,早就想逼她离婚 鲁德素来就对欧洲的文化艺术充满了兴趣 菲利克斯说的这些王子贵妇的故事越发让他心为盎然 在鲁德的圣情要求下,菲利克斯便将姐姐尤金尼亚接拉过来 温特老爷子带着大女儿夏洛特和小女儿鲁德,亲自出门迎接 尤金尼亚一进门就不由地感叹,这座房子真是漂亮 温特老爷子骄傲地说,当年华盛顿还在这里住过一阵子 老爷子随后向尤金尼亚介绍了自己的家人和邻居 他们分别是老爷子唯一的儿子克里夫德 住在附近的表弟罗伯特·阿斯顿先生 站在罗伯特身旁的则是他的妹妹利子小姐 最后是他们的邻居布兰德先生 一个虔称的深圳人员 整个过程中这些美国人都有些斑斑正正,不够言笑 这样压抑的氛围 不免让尤金尼亚感觉他们好像不受欢迎 尤金尼亚吞吞吐吐地说 他们此来只是为了联络亲情 但温特老爷子有点怀疑 他们姐弟到此的目的 与其说是探望,不如说是前来投奔 不过他们俩毕竟是亲戚 老爷子还是决定给他们安排一栋房子 让他们住上三四个月 不料这个决定让鲁德非常激动 他头一次这么赞同父亲 父亲赶紧让他冷静一下 对方人品尚未可知 一切都要小心为好 但是一想到可以在法国人的客厅用餐 鲁德就难言兴奋之情 后来有天 罗伯特带着尤金尼亚到野外游玩 当时正值秋天 道路旁的黄叶红叶交向辉映 格外全力多彩 俩人随后来到了一处警察一人的互便 这时尤金尼亚突然说 一个欧洲人出现在这里显得有些奇怪 人们或许会怀疑他的目的 罗伯特听后回应说 他一点也不感到奇怪 尤金尼亚的端状美丽 恰好和这里的美景相当一张 罗伯特的热情 让遭遇婚姻不幸 屡遭婆家冷眼的尤金尼亚倍感欣慰 与此同时 鲁德最近也总是和菲利克斯拟在一起 菲利克斯性情放浪 在绘画上很有才华 当然也有些万事不公 但这样的性情恰好对生活压抑 渴望新奇的鲁德很有吸引力 只是温特老爷子最讨厌这种 右嘴滑舍不无正业的欧洲浪子 而在菲利克斯眼中 老爷子像主教一样威严 缺乏生活乐趣 两人的性格观念可谓是税后不容 都不认同对方的生活方式 好在鲁德和其他家人竟然相反 他很认同菲利克斯的生活哲学 生活里应有更多的乐趣 不应循规蹈矩 被条条框框压抑心情 自从劫持菲利克斯以后 鲁德感觉自己和布兰德更不合适 布兰德也能感觉到他的变化 他以为自己的真情可以感动鲁德 但当布兰德想送他回家时 鲁德只说他不想回去 这句话予以双关 他既不想回家 也不想再回到从前的自己 他知道前路坎坷也会得罪父亲 但他需要这场痛苦的蜕变 随后不久 老爷子的表弟罗伯特 在家举办了一场舞会 对于经常参加贵族 甚至王室舞会的尤吉尼亚来说 这里的气氛就像农场工人的聚会一样 欢乐有余但缺乏情调 罗伯特的妹妹利子小姐也看到出来 尤吉尼亚骨子里有一种欧洲人的傲慢 看不起简陋的美国人 但有一点利子也向母亲强调说 尤吉尼亚倒是很喜欢哥哥 但是哥哥罗伯特在尤吉尼亚面前 总是欲言又止 好像有些顾虑 这自然让尤吉尼亚感觉 罗伯特对他缺乏诚意 爱得不深 与此同时菲利克斯倒是个情长老手 他说要给鲁特写信 并且会很小心地烧掉鲁特的回信 但是单纯的鲁特并未听出他的意思 就在这时 布兰德正在跟鲁特姐姐夏洛特抱怨 感叹自己再多么努力 都难以走进鲁特的内心 要是鲁特能向夏洛特这般了解他的心意该有多好 恰好姐妹俩一上一下撞见了彼此 这让菲利克斯不禁感觉 夏洛特和布兰德倒是很像一对 但鲁特听后却说 姐姐的确对布兰德评价很高 所以才想让自己嫁给布兰德 菲利克斯知道鲁特并没想这样 便提醒他说 让夏洛特嫁给布兰德几乎没在 老爷子也会欣然同意 这下鲁特也突然如梦初醒 自己竟然从未想到他们俩非常合适 就在今天的舞会上 问他的儿子克里夫德和几个朋友 也对尤吉尼亚颇为着迷 布兰德又在给三个孩子来弄圣经 但此时此刻 鲁特心里只有浪漫爱情 对这些东西听懂没听 而克里夫德也是欣慕在眼 满脑子都是风情万荣的尤吉尼亚 只有夏洛特一个人 每次都会认真听布兰德的浪读 其实夏洛特很喜欢布兰德 但有件事比他的感情更为重要 那就是让布兰德教导好妹妹 将她变成一个潜称的亲尿徒 就因为这件事 这对姐妹也没少吵架 这天鲁特索性就把话说开 他对宗尿无感宁愿当个坏人 而且他希望姐姐能和布兰德结婚 他俩才是天赐的一对 结果夏洛特一听此言 立刻火炮三丈 大骂鲁特变得越来越堕落 布兰德随后又来劝说鲁德 感谢归正迷途知返才是正途 但鲁德现在认为 快乐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 而非足鸟交条 另一边 尤金尼亚果然按照第一的建议 开始启蒙克里夫德 他甚至直接询问克里夫德 是否想个表妹利兹做大龙事 这个生猛的问题 让克里夫德非常吃惊 他倒也并不介意尤金尼亚知道他的心思 但说出来就难免尴尬 尤金尼亚觉得这很平常 如果在欧洲 他俩是情人都没关系 克里夫德虽然很难为情 但这位风情万荣的女人的确很吸引人 他甚至开始重新考虑 还要不要和离子结婚 就在这时 两人发现罗伯特正朝这里走来 尤金尼亚见此 赶紧把克里夫德藏到了隔壁的一个房间 原来罗伯特已经考虑好了一切 决定和尤金尼亚结婚 这也是平生头一次 他爱的人让他这样纠结 但他的表达方式非常克制 始终没有明确说出来 他的这种态度自然让尤金尼亚也无法下定决心 所以他始终没有表明 自己要不要接受婆家的今天 然后立刻和丈夫离婚 这时罗伯特继续说 他想带着尤金尼亚去旅行 只有他们两个 尤金尼亚自然能听出其中的意味 可惜当罗伯特再次问他 是否会离婚时 克里夫德突然走拉出来 打断了两人 尤金尼亚赶紧解释说 克里夫德只是在隔壁 欣赏菲利克斯的话作 但克里夫德并不买账 而且还有一些生气 当面就缝人了这点 尤金尼亚见此 赶紧让他离开他这里 事后他向罗伯特解释说 其实克里夫德是很喜欢自己 最近经常在晚上偷偷来看他 对尤金尼亚来说 这倒不算什么 但罗伯特却很在意 这让他更加作用为难 他的确很喜欢尤金尼亚 但同时又对欧洲人的生活作风 无法认同 充满疑虑 妹妹丽兹看出了哥哥的纠结 他认为哥哥并不爱尤金尼亚 如果他爱就不会这般纠结 罗伯特似乎有点认同这点 他于是就把本来送给尤金尼亚的礼物 转而送给了妹妹丽兹 与此同时 菲利克斯终于向鲁德表明了态度 他不是嘴边玩玩 他决定在鲁德父亲认可他们之前 不会再和鲁德带动见面 鲁德觉得这个没必要 因为他们一直就带动见面 但菲利克斯觉得这次不同 因为他真的爱上了鲁德 不能儿戏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 鲁德发现自己越来越想菲利克斯 他不想继续忍受这里 苦闷无聊的生活 这简直让他发疯 后来有天 菲利克斯直接告诉布兰德说 夏洛特很喜欢他 布兰德听后有点震惊 也对菲利克斯的冒犯有点恼火 不过这也惦醒了他 一直以来 他的确忽视了夏洛特的存在 随后菲利克斯又让夏洛特帮忙 在老爷子面前帮他说句好话 如果他和鲁德成了一对 夏洛特和布兰德也就可以顺利成长 本来夏洛特并不同意 他还想说和妹妹和布兰德 结果当他准备和父亲商量时 菲利克斯突然出现 获了他的计划 这次菲利克斯决定和老爷子直说 虽然他没有资产没有地位 但他和鲁德彼此相爱 他们还打算周游世界 靠演出绘画谋生 他现在唯一确定的是 他们热爱生活 一定会活得多姿多彩 正在这时鲁德走了进来 他这次也打算向父亲彻底参拜 虽然父亲一直对他缺乏信心 但他现在对自己的选择务必自欠 这时布兰德也赶上过来 让老爷子惊讶的是 布兰德竟然劝他接受鲁德的选择 而且布兰德还向夏洛特求婚 夏洛特挺后喜喜而起 他也开始劝父亲 成员菲利克斯和鲁德 老爷子这下无话可说 最后喊是托尼拉茨事 就在这时 尤尼尼亚早已决定返回欧洲 罗伯特母亲被想留住尤尼尼亚 他知道儿子很喜欢他 但尤尼尼亚趋一一决 即便割舍过去 他终究也不属于这里 罗伯特得知后感觉很突然 他也想劝尤尼亚留下来 特别是尤尼尼亚说 他已经发出那封信决定离婚时 他对尤尼尼亚的疑虑随即烟消云散 但是当尤尼尼亚反问他 给他一个留下来的充足理由时 罗伯特依旧没有说出那句话 只说他们闭死心伤 尤尼尼亚听后非常失望 他说在欧洲他们也会闭死心伤 回到住所后 尤尼尼亚用自己的服饰 好生打扮了路德一番 他说欧洲才是上等女人该去的地方 他们将在那里得到赏识 这时罗伯特突然走了进来 他再次劝说尤尼尼亚留下 起码等弟弟婚礼结束以后再走 结果被当面拒绝以后 罗伯特于是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 用他的马车送送尤尼尼亚 尤尼尼亚也欣然同意那次事 就在那天 夏洛特和布兰德漫步在原野 朗读着圣经 克里福德驾着马车 带着丽兹走向另一条路 罗伯特则跨上马走向另一条路 最后大家各自奔回前程 他们俩的到来就像一阵威风 掀起了一些涟漪 最后又归于平静 罗伯特是个非常理智的人 爱情并没有足以让他不过一切 尤尼尼亚虽然很想在文国找一个妇人 结束那场失败的婚姻 但罗伯特的理性 清晓图的保守观念 还是让他忘了却步 这样看来 菲利克兹和鲁德不过一切的决绝 反倒修成了正果 不过个人还是更喜欢 布兰德和夏洛特这对 虽然并不认同他们的观念 但感觉他们俩近后 过得一定非常美满 毕竟只取相投 灵魂相近 三观契合的人实在难得 好了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